喇叭粥是不是有八种材料呢 如果你以为只有八种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看我们四天出来的喇叭粥 有好种材料 马上为数 大米 糯米 荷米 小米 红豆 荷豆 米豆 玉米 花生 芝麻 莲米 米仁 萨越片 白河 大枣 枸杞 这要加温水把泡起 淘洗哈 还是要 淘洗干净哈 把水给它淋了 从小吃到大 我们煮喇叭粥 还要加辣肉的一些 来 烟熏五花 猪脸 猪栗子 大鸡大鸡 最后是广味香肠 把人把洗出来煮起 腊肉香肠 给它拿温水清洗一下 猪两半下锅 腊肉下锅 猪荔枝下锅 香肠也下锅 这种好我们就不要煮久了 香肠煮个半个小时 猪两半粒 煮个四五十分钟就对了 因为等会还要熬粥定了 好 TED 时间到了 香肠 腊子和腊肠捞出来 我味儿好安逸 腊肉也可以捞了 来 猪腊子 猪荔半也捞出来 猪荔半也要得了 这要把锅洗干净哈 稍微大锅开水 准备熬走 水加满 来两个鹌鹤 加两个鹌鹤 水炒开我们就把肉切了 这个猪肉可 我们把它切成可可 不要只鲜切它 因为它是我的最爱 五花肉切开 中间给它太断 还是把它切成可可 煮粒子也切可可 大吉大利 这个是我们的广味香肠 不要觉得奇怪 四川人叫川广味 对了也切可可 好安逸 菜板切腊肉你不吃两坨 那简直是懂不起 对了 水也开了 开始下米 下原料 一定要开水下 这个 煮出来的粥才浓 盆盆要帅 铁肉 下锅之后一定要把锅底搅动一下 朋友们把薯苗好多种原材料 铁肉 煮这个粥开了以后 要用小火来焖 还要一直给它煎至炒多 煎至它能香浓 虽然麻烦 但是我觉得呢 心意在里头 带着爱情厨房的嘛 好香啊 好香 先舀一盆盆出来 为什么 好 这个是甜的 它有两种口味 很甜 自己选 来 辣肉香肠下锅 好 辣椒做不到这个的话 我总觉得要切去一会儿上次 最后再加点猫猫盐 这么大锅喇叭子 我个人肯定吃过来的 这个是给我们辣肉香肠上的 供热器主要吃的 同时也祝了各位粉丝 切子快乐 我来上一瓢肝 看味道如何 不错 这个一定要吃一下 大尺盘开饭了 你要这个 要大 souls 你吃这个 我要吃这个 我有吃这个 你要吃的 别和我的 你吃这个 快喝了 你能吃这个 快喝了 再喝 这一瓢肠 他吃 就会烟 这么多 要看对 嘛 开水 振开 要按摩 角色 交流 一列 核 一列 几率 一列 一列 淀 这 运 温泻 一列 担 三列